北京是中共的政治中心。 天津對北京來說,算得上是廣衛京師的重要角色 中共第38集團軍的軍部位於河北省保定市。 也可以說,中共的所謂預留軍就在河北。 但北京、天津和河北近日都出現異常, 而且將北京當局搞到心神不頂。 2024年9月11日晚,天津上空突然出現了不明飛行物。 這個直接導致天津機場的大量航班被迫取消。 延誤說是被降到北京大興機場、河北石家莊、山東青島、山西太原等機場。 天津海濱機場發通告稱9月11日晚,天津機場因無人機導致的公共安全原因, 航班起降受到影響。 但外界懷疑這個並不是無人機的原因, 而是UFO天津降不下來,好像盤旋了13圈。 現在降到北京大興機場,你又是無人機在上空飛,降不下來。 網友對於天津機場關於無人機干擾的說法紛紛表示質疑, 正常的無人機不飛入機場的,甚至在周圍都飛不到的。 肯定不是無人機,懂的都懂。 也有人指出中共的痛點,看來防空真是不行。 一個無人機機場就癱瘓了。 有懂這方面知識的網友說,讓大家普及一下, 民用無人機正常,原空不會超過40分鐘,機場附近也飛不到的。 那究竟是什麼導致天津機場出現大亂呢? 天津網友紛紛在抖音發影片說,拍到神秘的不明飛行物, 並懷疑是UFO導致天津機場出現癱瘓。 看這個雲裏邊是什麼情況,有規則的一閃一閃,懷疑是UFO。 在9月11日當日,臨近河北省滄州市也發現了不明飛行物。 這個視頻是父親和小孩子共同看到不明飛行物的對話。 看,看,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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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看,看,看。 據非常準的統計,9月12日晚8點10分至9點46分, 天津海濱機場沒有任何進出港的航班。 機場客服表示,因公共安全原因,當晚8點到9點, 原因落地的十多個航班無法降落。 下面這個影片是飛機乘客拍攝的。 女的,又說無人機了,我現在又在這裡。 昨天飛機沒起飛,今天又說無人機。 這是什麼無人機啊?兩天都找不到它。 與此同時,有很多天津網友又拍到天空出現不明飛行物的影片和照片。 這個影片拍攝於2024年9月12日,顯示天空出現多個移動的光點。 這個影片顯示是三個閃光的不明飛行物排成三角形。 三角形的中間發出紅光,似乎是組成一個大的不明飛行物。 然後就在空中快速移動。 影片字幕上顯示,9月11日,12日,天津機場。 河北滄州出現不明飛行物,長達10小時。 這個影片顯示是網友拍攝的不同的不明飛行物。 在空中快速移動的不明飛行物。 所以看到 有一個不明飛行物。 我想去 一個不明飛行物。 現在我們都在前面。 いう主要是要在空中。 那就是一位貼心。 天津機場因不明飛行物而導致連續兩天不能正常起飛飛機 中國政府也私下有所動作 有北京網友披露說9月12日深夜北京這邊有戰鬥機性控 而此是為了應對不明飛行物 難怪昨晚12點多北京延慶這邊還有戰鬥機起飛 我就懷疑之前訓練都是中午或者晚上9點之前 今天到12點了還訓練 9月13日晚天津連續第三天出現不明飛行物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有多個發光的不明飛行物在空中快速移動 一陣6個、一陣5個、一陣4個 真是很清楚 這個肯定不是無人記 另外在浙江杭州燒山機場也拍到了這個不明飛行物 而且好似UFO 越後醒了 用途受CIP? 為你先做読用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而且中國政府首都北京也出現不明飛行物的現象 2024年9月14日早上5時25分開始 有北京網友拍影片 北京上空雲層裡面出現巨型的發光物體 還發出一閃一閃的光 雖然中共官方譬如說 這是無人機但網友並不相信 還在說無人機又跑到北京去了 也有人諷刺說 這個無人機的續航能力驚人 官方都說了無人機 我就是想問一下 這一款無人機在哪裡買的 我傾家蕩產都買不起 能夠給我摸一摸看一看貨就好了 很多民眾對中國官方說 天空出現的是無人機 這一說法難以信復 有網友將自己拍到的不明飛行物 進行放大處理 發佈到網上 從中可以看到 一個類似飛碟的發光物體 後來從裡面似乎出來一個 很像外星人的小綠人在招手 影片字幕上顯示 放大後給你們看 這個是無人機 聽說法 對於天津接連三天出現不明飛行物大鬧機場的事件。 而且飛行物又轉移到北京和倉州、杭州等地的奇異現象, 一向信奉無神論的中共徹底啞巴了。 除了用無人機來堂塞外界的質疑,說不出過知乎所以而來。 美國航空從業員高先生向海外中文媒體表示, 最近天津機場的這起突發事件不太可能是無人機造成的。 他說,那個無人機有可能會造成干擾,但不會那麼長時間。 因為如果是一個無人機,或者很多無人機的話, 當地公安治安都會去查看的。 機場附近,管理就是敏感區域,平常是不允許無人機在附近飛的。 高先生還指出,如果長時間飛行,必須是特殊的無人機, 那個就是特殊的單位。 比方軍事單位那種無人機飛的時間特別長。 但平常無人機不會飛那麼長時間, 好像這次機場兩三個小時被無人機干擾。 這個情況就特別特別忌憚。 有句話叫做旺朝末年多出異象。 鞏慧京師的天津,這次可以說是成了全國焦點了。 2024年9月8日,天津的天空還出現了不明黑色煙圈。 我都不知道這個閃,因為我都感覺它要飛走。 這個視頻顯示天津某地上空,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黑色煙圈, 持續了很長時間。 有網友猜測說,這個神秘黑圈可能是天津一個主題公園的噴火表演產生的煙圈。 但有人質疑,如果是表演導致的,那應該經常可以看到, 還那麼大驚小怪嗎?這個果明是第一次看到。 該警區人員亦回應說, 噴火表演是會形成煙圈。 但9月8日當日,他們沒有演出。 2024年9月11日下午5點多,江西省虎州市的上空, 突然出現多個不明火球,陸續墜落。 更奇怪的是,火球在下墜過程中,還拖著一股詭異的黑煙。 這個影片的字幕顯示,江西省虎州天降數個火球。 當地氣象部門,並非人工爭譽所致,具體情況暫時不清楚。 而且並非江西省虎州市出現火球。 9月12日晚上,有網友在敏越、福建省和廣東省的交界地帶, 也拍到了很多個火球從天空中墜落的場景。 這個視頻字幕顯示,2024年9月12日,中國敏越、交界地帶, 空中出現數個火球墜落。 相較於不明飛行物和火球、煙圈, 現在中國多個地方都出現了罕見的光現象。 2024年9月12日、13日, 新疆黑龍江莫河以及甘肅敦王都出現了美麗的極光。 9月13日凌晨,甘肅省敦王出現了紅綠色的極光。 9月13日凌晨, 內蒙古夫倫貝爾出現了美麗的極光。 天空呈現一片順麗的紅色。 很多火球從天上墜落。 9月13日深夜, 山西省大同天空中, 出現了五顏綠色的不明彩光, 而且還變換顏色。 除了中國罕見的極光, 在安徽和重慶都出現了美麗的七彩雲。 這個影片是重慶網友拍到的。 節目顯示, 2024年9月12日, 重慶網友拍攝到七彩雲。 旅的,快點拍! 有沒有看到上面?快點拍!快點拍! 這個影片是安徽網友拍的。 字幕顯示是, 2024年9月13日, 安徽網友拍攝到漂亮的彩雲。 旅的,嘩!真是七彩啊! 來來,好看嗎?美不美啊? 這些不禁叫人聯想到北京出現的海市神流景象。 2024年8月29日, 有多個網友發影片顯示, 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長安街的上空, 突然出現海市神流。 從影片中可以看到, 一座類似塔樓的建築在空中若隱若現。 2024年8月26日, 有河北、寒丹的網友拍到空中有人, 在雲層中走。 影片自磨顯示, 8月26日, 寒丹、雲端上有人在行走。 中國古人說,天人合一。 聯想到此前中國多地出現了三個太陽, 七個太陽和雙月奇觀。 加上最近出現的這些奇特影像, 都叫人敢到, 一個旺朝要結束前的御兆。 中共黨魁對此也有所察覺。 外界發現, 習近平在這個時候去拜佛了。 2024年9月10日11日, 習近平到陝西省寶雞市 和甘肅省天水市考察調言。 他在天水市, 還去了福熙廟、墨積山石窟等。 他在天水墨積山石窟的一尊佛像前, 仔細觀看。 從照片中可以提出, 習近平的面色不太好, 而且明顯消瘦。 女美時評人唐靖遠, 向海外中文媒體表示, 習近平這次考察陝西和禁肅, 和過去相比是有點不尋常。 過去習近平考察, 博物館往往都是發表講話, 強調醞釀傳統文化, 迎接偉大復興等。 這次顯得特別低調, 而且他福熙廟被稱為中華第一廟, 墨積山石窟被稱為四大石窟之一。 習近平此行明顯有尋根民祖, 求神拜佛的意味在裡面。 唐靖遠說, 中共這些黨魁雖然都公開宣稱是徹底的無神論者, 但從毛澤東開始到現在, 沒有誰不相信天命的習近平低調參訪廟語, 不提什麼偉大復興。 折射出,他在當前內外糾困的處境中, 已經是鉗露極窮, 於是只好求神拜法。 但中共多然來, 產開暴虐,對待百姓。 民眾對於上述奇異天象, 也有自己的想法。 網友紛紛評論說, 新舊交替, 看來天象要變, 現在在中共國, 出現什麼似乎都有可能。 預視著共匪即將滅亡, 天象顯示, 中共要跨台了。 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談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你訂閱、點讚,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感謝你的支持,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